当地时间6月26日 据路透社当天报道以及目击者所看到的情况 南美洲中部内陆国家波利维亚发生了一场未遂军事政变 波利维亚是矿产资源大国 比矿储量引人注目 中俄均有相关投资 当天早些时候 近期被剥夺军事指挥权的波利维亚前陆军司令官苏尼加 率领军队聚集总统府和国会所在的目里略广场 目击者称 当时看到有一辆坦克装甲车撞向了总统府的一扇大门 士兵们也跟着冲了进去 苏尼加表示 他将在占领总统府后接管政府组建新内阁 而波利维亚总统阿尔赛与苏尼加对峙 并命令他显散部队 波总统阿尔赛和波外长索萨谴责在波首都发生的不正常的军事行动 并呼吁尊重和维护波利维亚民主 此外 事件发生后 拉贡提主席国洪多拉斯总统卡斯特罗 对拉贡提各成员国总统进行了紧急召集 数小时后 目击者看到士兵撤出了广场 警方则控制了这一区域 在总统府内 波总统阿尔赛任命和赛 威尔逊 桑切斯接任陆军司令官一职 桑切斯则呼吁士兵们返回军营 并要求他们的首领避免流血事件发生 据波利维亚媒体当地时间6月26日最新消息 波利维亚前陆军司令官苏尼迦当天因参与未遂政变遭逮捕 检方已对苏尼迦等人展开刑事调查 波利维亚现任及都位前任总统发生今天 这个国家正面临一场未遂政变 今天这个国家再次面临利益问题 波利维亚的民主被切断了 当武装士兵还在总统府外时 欧总统阿尔赛在总统府内发表了这番讲话 波利维亚人民今天被召集在一起 我们需要波利维亚人民组织起来 动员起来反对政变 支持民主 而在士兵冲入总统府之前 波利维亚前陆军司令官苏尼迦在广场上发表讲话 并提到波利维亚国内日益增长的愤怒情绪 目前该国一直在与经济衰退作斗争 央行储备枯竭 本国货币也因天然气出口枯竭而承受着压力 三名武装部队的首领已经前来表达了我们的失望 苏尼迦在面对当地电视台时表示 他呼吁组建新的内阁 不过没有要求阿尔赛下台 停止破坏 停止让我们的国家变得贫穷 停止羞辱我们的军队 苏尼迦在现场士兵们的簇拥下说到 并坚称正采取的行动得到了公众的知识 除了现任总统 独委波利维亚前总统也就此发声 左翼前总统埃沃·莫拉莱斯表示 这似乎表明他们提前准备了政变 我要求有民主使命的人们保卫家园 不受一些反对民主和人民的军事组织的侵害 保守派前总统珍妮娜·阿涅斯表示 我完全抵制军方在墓里广场的动员 企图破坏宪法秩序 通过投票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阿尔赛和莫拉莱斯 应该在2025年退出 同为保守派的前总统豪尔赫·基罗加则说 我们强烈反对这些反民主的措施 贪乱分子必须受到起诉 明年我们将用选票把腐败的掠夺者阿尔赛和莫拉莱斯 改下台 而不是用武力 我们将用选票把腐败的掠备